主席 压迫方案 不需要 压迫方案 不需要 明星市长 超 찍 p 明星市长 超 찍 p 南铁账户宰 台南北北史 南鐵政府宰 開兩邊合適 因為在市長長年以來 他不管是在媒體上面放話 或者是在跟居民的所謂的居家拜訪說話空裡面 其實他有一個重點 他的重點就是 他已經對這些居民非常好了 因為有一個照顧方案的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先不要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照顧方案的這個動機來照顧老百姓 所以事實上他到居家拜訪的時候 他完全不回應老百姓有關於土地徵收必要性的疑問 他只跟我們談說趕快去買房子 趕快去登記附地的房子 那所以呢 這個案子本來是跟我們無緣 但是因為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去讀了一些資料 所以我們看到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我們覺得今天要探討 不只是這個破簽的問題而已 還有什麼樣子利益輸送 讓建商得到超額利潤的一個狀況 那等一下我的計算呢 基本上面是根據這個幾份文件來的 第一個呢就是他得標的那個公文 第二個是這個建造的裡面的一些資訊 第三個是他寄到居民家裡面的建商廣告 然後還有售價一些資料 然後呢 其實這樣子你就可以整理出來 所以我根據的全部都是公部門的資料 不是我自己捏造的 我要強調這件事情 我所根據的全部都是公部門提供的資料 裡面沒有一點是我自己捏造的 因為那個狀況是這樣 他去把他標售了出去之後 還沒有截標之前 他呢就去召開新的都市計畫 然後新的都市計畫呢 因為這個案子旁邊是有古蹟的 那個唐業試驗所 那個是日據時代的一個古蹟 裡面還蠻漂亮的 有日式庭園啊 柱子類的 所以呢 照到你古蹟的臨路 他的容積率沒有辦法那麽高 但是他就去把他更改就對了 那岩從那個時候一直到前一陣子 他們就一直去開故事計畫 然後每次呢 傅立先生提出一個什麽理由呢 要去增加容積率呢 他們就說 以公益 吳興秀就說 因為這是要照顧這些藍體軍民 所以一定要讓他通過 所以就用公益的名字呢 名稱呢 就一直提高他的容積率 一直提高他的容積率 最後提高到 538 那這個容積率的意思是什麼 容積率越高代表說 你去買了房子之後 你佔有的那個土地的面積越小 代表你的房子越不值錢 所以 這個容積率 放寬容積率其實是大幅度的讓建商得利 那不要忘記法定容積率才210 他最後可以給你搞到500多 那再這樣的結果呢 就是這個房子本身就會有非常高的公設比 所以我們看得到他的公設比是40% 40%的公設比真的很難見 而且在台北市中心的房子啊 東區的房子呢 也差不多是這個公設比 但是在台南市 一個對面是飛機場 附近是荒煙漫草的一個地方 他公設比竟然可以弄到40% 公設比高就代表說 你實際買了平均數之後 你能夠住進去的均數 事實上是少很多的 你的房子就約不值錢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他以低成本建造高容積率高公設比 使得本案的那個價值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 基本上面他有兩個區 一個區叫做合主 一個叫做增邦 然後呢 這個合主呢 其實基本上面就是所謂的照顧宅 事實上我們是把它看成壓迫宅的 他佔了整個土地面積的比例大概是 62.75% 這個是我根據那個建築平面 得到的數據 然後增邦這個地方呢 是在37.25% 那個合主呢 就是要賣給我們這些被害者 然後呢 但是呢 他們又怕影響到那個 富力建設的形象 怕影響到他這個增邦這個地方銷售 所以他怎麼做呢 他把兩邊完全割開 所以呢 事實上這不是一個建案 這是兩個建案 這邊的人不能到這邊去 這邊的人也不能到這邊來 然後呢 那個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因為他知道 這一塊賣給這些 受災庫的這些 這些 這個房子啊 以後一定會被標籤化 會變成一個貧民窟 所以呢 他就把它割開來 OK 所以他的總成本 我把上面全部加起來之後 總成本是 八億六千萬 這個價格 OK 我強調一下 遠低於壓迫宅 他銷售的價 所以他光光外銷售 他就已經回本了 更不用說 旁邊多的那一塊 那個一般宅的銷售 那他獲利總共多少呢 29億五千萬 五千六百萬左右 這個獲利合不合理呢 我們就看他的獲利率 他的獲利率 一算出來 158.7% 那這個獲利率合不合理呢 一般的建案是多少 30% 30%是一般建案的獲利水準 買的建品 他買的是地品 我們去買的建品是10萬 到均價是10萬5 店舖是17萬 所以我們建品 比他去買的地品還要貴 周邊的土地25萬 他建賣 然後呢 徵收市中性的土地呢 他是用六萬八萬之間徵收的 他免費取得37%的土地去蓋 那個一般宅 我們要付出版跟40%的公設股 他的購地成本遠低於市價 我們是增地的價格遠低於市價 然後呢 他的公共設施跟停車場處 不算容許 但是可以賣 所以呢 他產生了非常高的一個實質容距離 五百多% 那我們是呢 我們是要被限期登記 然後簽 徵收欠結書 然後還要交一層的屋牌 然後房子拆掉之後才能夠購買 然後呢 他的建物水準呢 遠低於其他富利的建案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騙局 那我們這個地方是 你高公車比高榮機率還要低級的建範 還要貧民固的標籤 使得 以後你如果去買到那邊的房子 他的價值呢 其實是非常亮提的 他是把一個荒郊野地變成一個黃金 我們是4G4中性的透電柱就變成泡銀 他得到差不多30億的超額利潤 獲利率百分之一百五十八點七 我們是千萬財產的損失 被迫離開市中心 還要負債 然後老人還要去那邊很慌 所以照顧方案到底照顧了誰 這個所謂的 如果各位在座滿六十五歲 今天你要去貸款 我告訴你絕對不准 我不要舉誰 我就舉張燦鳳就好 張燦鳳要離開市長的時候 他已經超過六十五歲 他要去銀行貸款 門了都沒有 你以為你可以貸款 即使你想要貸都不可能 因為我們今天調查出來 這個賴清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